在桑源被护与绿帝杀死之后 哀若心死的幽主突然爆出难以描述的强大灵气 不过因为太过心伤 一开始 他竟还完全陷入了迷惘之中 直到最后才彻底醒悟过来 决定要消灭护与绿帝的一切 两人展开终极对决 虽然护与绿帝最后成功挡住了幽主的灵丸 但自己却因为力量透支而倒地身亡 于是在两个美女主持的宣布下 幽主最终取得了决赛的胜利 这一幕让全场的妖怪观众们都陷入了狂欢 幽主的小伙伴们自然也都是喜不自禁 终于打败护与绿了呀 只是此时影子却还是处于尸神之中 因为眼睁睁看着幽主被护与绿帝狂殴 他的大脑无法接受直接当机了 而幽主这时再次跌倒在地 藏马赶紧冲过去扶起 并告诉他胜利了 然而幽主眼神悲戚 桑源倒在地上满地鲜血的场景 深深刺激着幽主的脑海 让幽主内心十分埋怨自己的无能 他跪在地上痛苦不已 都怪自己 都怪自己太没用才害了桑源 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杀却束手无策 桑源为了我做了那么多 可自己现在又能为桑源做什么呢 幽主垂打着地面 大喊着桑源的名字 他陷入了极度的自责之中 结果就在幽主痛苦不已的时候 桑源竟然从地上爬了起来 而且他还叫着幽主的英文名 并扮起了鬼脸 看起来整个人一点事也没有 幽主听到桑源渐渐的声音和样子后 整个人都傻了 他愣愣地叫着 鬼啊 这是鬼吗 幽主随后还赶紧叫一旁的藏马求助 藏马这时很不好意思 他有些歉意地告诉幽主 那个 其实桑源没死 于是幽主瞬间就激动了 他眼泪鼻涕流了一嘴 整个人是完全的痴痴傻傻的样子 原来当桑源被护于旅地掏凶一击后 藏马立刻就冲上前去 结果当时桑源就告诉藏马 自己并没有被伤到要害 不过桑源当时就让藏马不要告诉幽主 他觉得必须要给幽主一个刺激 这便是桑源装死的原因 听到这里后 幽主就立马看向了一旁的飞影和小阎王 这才知道 原来就自己一个人是傻子 幽主心塞呀 你们怎么能联合起来骗我呢 对此飞影倒是一点没有愧疚的意思 谁叫你一开始不争气呀 可飞影还要说着的时候 幽主就已经狠狠揍起桑源来 最后把桑源打成了猪头 叫你骗我 我叫你骗我 场面一时间相当欢乐 当玩闹结束后 众人不禁猜测起桑源没死的原因 飞影一度认为是桑源变强了 毕竟致死都不放弃 可是桑源唯一的优点 但藏马和小阎王却觉得 护与吕帝好像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桑源 甚至护与吕帝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 都是他自己的追求 他主动抛弃了同伴 所以内心变得极度空虚 因此宁愿被幽主这种珍惜同伴的人击败 不过事情真相到底如何 也没有人知道了 结果这时左京走上前来 他告诉众人 也许葬马说的没有错 其实护与吕帝第一次看到幽主的时候 就显现出了近年来少有的喜悦 护与吕帝似乎一直就在等待 等待像幽主这样的对手出现 他一直期待在一个完美的舞台中 与自己希望面对的最强对手 展开宿命对决 左京说完就看下了小阎王 现在决赛已经结束了 左京很干脆地认输 觉得是自己没有看清楚 护与吕帝追求失败的本质 所以才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虽然小阎王可不想要左京的命 但在左京这个骄傲的赌徒内心 输了不认证是最可耻的 他早就给自己准备了最华丽的结局 于是随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左京淡定地掏出了一个遥控器 然后直接按动了上面的按钮 整个竞技场开始颤动 一声声机械的声音传来 在15分钟之后 整个竞技场就将带着左京的野心一起爆炸 现场残存的观众们瞬间开始四散奔逃 而左京则走入了竞技场深处 小阎王想阻止都没赶上 倒是看台上的静刘这时忍不住了 他最终一个人向左京的位置跑去 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 幽柱几人也立即组队向外逃跑 小阎王去追左京 幽柱等人则去找影子他们 临别前 幽柱看了看护玉丽地的白骨 最终珍重地向他道别 对于这个对手 幽柱现在只剩下尊重了 在短短几分钟内 竞技场内部顿时乱作一团 震动越来越大 美女主持人本来还想宣告冠军名单 并搬完奖子离开 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呀 结果天上突然落下大石头 吓得他和树里立即抱在一起 随后匆匆说了几句 就立即逃跑了 毕竟还是命重要呀 这时小阎王已经找到了左京 他劝左京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然而左京死意已决 只是很遗憾 自己的通道无法建立了 左京很想看到各处妖怪出现 各处大乱的样子 想起来都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有趣呀 不过这个梦想显然无法实现了 而随后 他就看到了静流大姐出现在门口 看到静流眼中流露出的不舍和蹊跡 他的眼神也颤抖了起来 显然 对于只有几面之缘的静流 左京还是有一些真感情的 他最终将自己的打火机扔给对方 作为一个骄傲的赌徒 他认输 最终在静流的挣扎哭喊中 无数巨石砸落下来 另一边 幽主和桑源等人正赶往影子等人这边 桑源急得不得了 他可要第一时间救下他的雪菜女神呢 因此面对前方密密麻麻的众多妖怪 桑源硬生生就闯出了一条通道 不过这时 影子还是没从震惊中清醒 他双眼呆呆地看着远方一动不动 就这样已经失去意识好久了 这让雪菜他们十分担心 看到桑源过来 雪菜还第一时间让他看看影子 结果自己还差点被一颗大石头砸中 好在飞影显之又显地及时出现 这才解了雪菜的危机 看着雪菜对飞影说谢谢 桑源内心遭受暴击 这明明是自己该干的活呀 他仿佛看到了情敌 幽主终于赶到了影子身边了 看到影子怎么喊都还是傻傻的 结果幽主手段惊人 竟直接抡起大巴掌 啪啪连续打了影子好几十个耳光 打得众人都傻了 不过也正是这熟悉的打招呼方式 让影子终于苏醒 他一巴掌就将幽主暴打了一顿 这下众人总算有活力逃离竞技场了 然而几人没走多远 就看到前方人影传动 原来是巨石挡住了去路 眼下离爆炸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大伙也都累得没有力气了 难道就要在这里嗝屁了吗 幸好这时骤带着镇等人如神兵天将 大家这才得以逃出升天 而另一边 小阳王也带着静流和拖后腿的蓝皮鬼 及时逃了出去 当众人刚好跑出竞技场 一阵金光闪烁 巨大的爆炸声传了出来 竞技场终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这场残酷的暗黑舞蹈大会 终于在硝烟中落下帷幕 期间战死者数十 但观战者身亡数万 真的令人不禁唏嘘 只能说看热闹 还是要分清场合才好 事后牡丹谈起了冠军奖励的事情 努力了这么久 没来得及得到奖励 多少有些令人失落 然而幽柱却说 有没有奖励对他来说都一样 毕竟自己最大的愿望 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幽柱最后大喊着 婆婆 我赢了 舞蹈会终于结束了 但幽柱内心却依旧非常的空虚 但他还是故作轻松 想让身边的人看起来好过一点 可这反而让人觉得更加奇怪呀 另一边 小阳王和蓝皮鬼刚回到灵界之中 他刚进入办公室 就遇到了堆成山的文件 原来虽然他将橡皮图章 给到了绿皮鬼和红皮鬼了 但他老爸发现后 却直接让他们将资料留给他处理 小阳王也是不容易呀 好不容易回到叔父的座椅上 他就直接召见了护与吕帝的灵魂 他要在这里对护与吕帝进行审判 然而护与吕帝二话不说 就表示不用了 他要去明御界 这可让小阳王都惊呆了 要知道 那个地方可是地狱中最残酷的区域 护与吕帝将在那里持续承受一万年的痛苦 而且承受完痛苦后 他还要面临一片虚无 小阳王让护与吕帝再想想 但是护与吕帝早已下定决心 因此小阳王也不好再说什么 护与吕帝走后 一名捧着文书的女子走进了办公室 她找到了五十年前 促成护与吕帝转生成为妖怪的原因 原来五十年前的暗黑舞蹈大会 开始前三个月左右 有妖怪竟然将护与吕帝的 所有弟子都杀害了 动手的妖怪名叫溃炼 是那时舞蹈会的头号种子妖怪 他仅仅三五个回合 就将护与吕帝场馆中的弟子全部杀光 要知道 溃炼原本只是来通知护与吕帝参加比赛的 他顺便把护与吕帝的弟子杀光 目的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强大 当护与吕帝来到场馆 看见满地的徒弟尸体时 护与吕帝当场崩溃了 他激动地冲上前去 可溃炼轻松就将他打得体无完肤 要知道 护与吕帝原本相信自己就是最强的呀 这一天过后 护与吕帝的眼神就失去了一切光彩 他在后面的三个月里失去了所有消息 直到舞蹈会开始的前一天 他才出现在幻海等人面前 然而此时 已经有恶鬼寄居在护与吕帝的心中了 最终护与吕帝在舞蹈会的决赛中 将溃炼彻底杀死 至于他夺冠后的愿望 则是希望能够转身成为妖怪 小阎王听完这段故事后 已经有点能够理解护与吕帝了 毕竟他没保护好自己的徒弟 心中肯定还埋藏着强烈的罪恶感 所以在这之后 护与吕帝刻意选择了苦难之路 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折磨自己 将自己伪装成强大的人 来躲避心中的自责 这真是一个笨拙的男人啊 护与吕帝离开小阎王办公室后一路前行 当他即将到达名誉界时 却在一座石桥前 遇到了同样年轻的幻海 昔日的恋人再度重逢 两人之间这时已经没了任何怨恨 回想起之前的点点滴滴 一时间都是百感交集 护与吕帝有点无奈 他看着幻海 感叹还是你最了解我 知道我会选择这条路 不过幻海是多么希望自己猜错了呀 他慢慢走向护与吕帝 希望能够劝导对方放下 当年的溃炼实力真的很强 确实谁都无法阻止 幻海希望护与吕帝不要陷入自责之中 然而幻海说着 却已经不自觉地捏碎了手中的石头 他自己又何曾彻底放下呢 幻海想要护与吕帝放下 放下不停伤害自己的举动 这一切已经够了呀 然而护与吕帝片刻之后 却说自己早已看看 自从击败溃炼后 他才明白什么是强大 所以他很感谢溃炼 帮助自己走上修炼的道路 这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但这莫名其妙的回答 让幻海直接破防 他大叫着 这绝对是在骗人 然而护与吕帝却让幻海 不要再管他了 你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目前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照顾徒弟幽柱才是 如果一个不好 幽柱可能就会走上自己的道路呀 护与吕帝临走前对幽柱的温柔 让幻海颇为无奈 结果这时他又回过头来 对着幻海笑了笑 给你添麻烦了 护与吕帝最终潇洒地离去了 只留下幻海在风中感叹着 转场之后 幻海婆婆也出现在了小阎王的面前 这样蓝皮鬼十分诧异 但这原来也是护与吕帝的安排 在杀死幻海婆婆后 她早就想好要让幻海复活了 护与吕帝做出这么多 一切都是为了与幽柱的决战 为了自己最后的殉道 海岛边上 幽柱等人终于收拾好行李 准备回到熟悉的都市之中 然而正在这时 一个声音却突然喊住了众人 幽柱突然一愣 来者竟然是幻海婆婆 幻海婆婆不满了 怎么能丢下老人家离开呢 怎么能随便帮人家做坟墓呀 蠢货 幽柱瞬间傻眼了 我是黑白 下期见